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不可以请行政院院长陈冲先生 请陈院长 李委员 林委员 陈院长你好 首席由本席来代表亲民党党团 来向院长来进行总预算的质询 那么我们今天有十个问题 我们不晓得可不可以完全的完成 但是我们尽可能加速 第一个是总预算的编制前提的迷惑 那么我们知道 今天我不谈经济成长率 事实上根据主计总处这边所预测的经济成长率 明年是3.67% 但是我相信到了月底的时候 它会调到3.4%以下 因为IMF已经把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比全球的经济成长率调降了7.7%的幅度 那么相对之下 我们台湾也应该做因应的调整 今天我所要谈的是 我另外一个迷惑 就是在编制组这个预算里面 物价的假设 这个物价的假设呢 根据这个主计总处所编制的报告 这个报告书的第13页 那么它假设 我们明年 物价上涨率是1.1% 今年我们要保二都很困难了 那么要1.1% 但是如果我们看 IMF或者是ADB 亚洲开发银行 那么所做的预测呢 都显然的是高于我们的1.1% 而在另外一方面 根据这份报告所显示出来的 从台币计价的 这个所谓的明目经济成长率 或者是从美元计价的明目经济成长率 以我非常疏浅的能力啊 我们来推算 推算的结果啊 我们发觉台币计价的 物价上涨变动率啊 居然是负的 那么美元计价的物价变动率呢 也只有0.9%不到 我想要说明的是 为什么我不懂的地方啊 可不可以请这个院长啊 来做一个说明 我们的物价真的只有1.1%吗 你也知道 如果物价的假设是错误的话 整个预算编列的明目支出啊 都会受到很严重的这个影响 所以请这个院长 可不可以做一个简单说明 我想跟李委员和李委员报告一下 刚才李委员也特别提到 这个IM国际货币基金 它作与台湾做的预测 在10月9号那天 国际货币基金 对全世界 重新做了一次 这个经济预测的一些展望 对台湾部分它是有下修 但下修的结果是3.9% 对明年 那3.9%其实跟主机出估的 3.67%就差不多3.7% 其实是很接近的 那中间当然国际货币基金 也考虑到这些这个物价的成长 以及说明目的经济成长 等等这些因素 我想这个国际货币基金 也有考虑到 那既然说那个结论 大家是非常接近的话 我想在推论的过程当中 国际货币基金也是 跟我们的推论应该是很接近的 院长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说 IF对全球的经济成长 调降了7.7%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呢也可以相信 将来这个Global Insight 全球透 环球透视呢 也会调降 那么到了年底的时候 马上我们这个主机出 也要做修正 这个修正的数字 跟这个数字不合 不合的结果 它有很多联动的影响 而我今天要谈的是物价 这个物价的问题 我从这些资料来看出来 我看不到一致性的架设 所以我现在提出的咨询 可不可以请陈冲院长 您在这边做一个说明 您了不了解这个问题的所在 我再补充一下 刚刚您提到国币货币基金 是10月9号做的预测 那10月9号预测 我讲的是物价问题 我刚刚提到的是经济 我说我不谈经济成长 我谈的是物价问题 你的物价 从不同的测度指标 都看到不一致的结果 让我怀疑 整个的一个推估 是有问题的 好 我现在 我也相信你 你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啊 是税入部分 刚刚部长啊 财政部部长也说得非常的稳大 说我们的税入情况非常的稳健的在评估 但是我就拿一件事情叫做证交税来做讨论 从2008年到2011年 证交税的实收 为预算数的82% 那么因此呢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 我们还不算今年的预售 是从过去2008年到2011年 那么今年我们严重短收就不算了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明年的证交税 根据本息的推估 我们会短收新台币173亿 所以本息啊 希望我们的院长 能够在这件事情做一个说明 对 跟另外一个报告 其实证交税部分啊 我们在这个 明年度的预算啊 其实已经比今年少了301亿了 就是我们也预测到说 这个整个证券交易的量 应该可能会缩减 所以这部分我们已经少了301亿 去今年的1450亿 本息在担任建交所的常驻检察人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严重的抗议 1450亿根本是虚假的 所以今年 明年编1079亿也不符合 因为过去 我说了四年 不包含今年在内的过去 就已经超编18% 根据这个数字 我们应该要把这个今年的 明年的预算数 在证交税部分 简列173亿 亲民党党团非常的合理 给我们的政府一点努力的空间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也不可能达成这么高的 1079亿的这样子的一个高目标 所以本息代表亲民党团会对 行政院提出 要三减证交税的税入 100亿 100亿是173亿的将近一半 另外73亿要考虑努力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浮裂税入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行政院在这方面 也应该要有因应的准备 过去的立法院对于行政院派过宽松 100亿是非常客气了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问题 是我们要检视我们的预算支出的原住民的预算 我们请林郑二委员对院长资讯 谢谢 院长 刚刚我聆听了我们总召 以及我们前面的一位高金住民所提出来的 我深深感受了一种现象 就是中央政府对我们原住民的照顾 真的是越来越远了 从刚所提到的统筹分配款的一个分配的比例的问题 再讲到我们基础建设的问题 还有我们摩托河台风 就在那么这个缓慢的一个问题 15年以前 动省以前 跟原住民息息相关的单位 就是台湾省政府 动省之后 应该是 颜民会 应该是其他相关我们原住民问题的这些部会 但是我们一直觉得说 我们是渐行渐远 从刚刚在高金书们所提到这些问题 我们就想到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我要请教这个院长 我们整个中央的总预算 今年比去年增加了58亿 但是很奇怪的 原民会 单单一个原民会 今年的预算只有69.9亿 比去年的72.3亿少了2.4亿 2.4亿这是第一个 减略了3.3% 那么再从预算的比例来看 我们中央总预算 百分之百的时候 我们原住民 不是用百分之几来算的 是千分之三而已 那么低的预算 给我们原民会 我不晓得 我们这个孙主委 您在当时 在提报我们相关原民会的预算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到其他的部会 在就里力争 像科委会 本来他们也简略五亿呀 他们也 这个就里力争 你在那个时候 你做到什么 你们像原民会 像我们中央 像主机单位 像相关东西来争训 至少要维持平衡嘛 为什么简略到 这个2.4亿 少了百分之3.3 报告委员 我们那个是71亿多啦 比那个原来73亿 71亿多是 是拖出了我们 这个五号圆圈的部分 那个附属的 那个比例要算嘛 就单纯你这个 原民会这个部分啊 报告委员 我也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这一次 在编列这个预算的时候 有很多简略的部分 大致上都是根据前几年 地方政府在执行的 那个实际的情况 因为我们 估计到整个院里边 整体的这个需求 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简略都是 按照过去 比如说我们那个地方的 执行不够 因为我后来就 都退回来的这种 我们简略的主要是 那些项目 那我们还增列了 比如说我们 那个数位 那个部分 因为那个 那个 那个原民台的这些问题 我们也 增列了一亿 所以我们 目前的状况 在我们原来 施政的这些部分的需求 我们还可以做 我们还可以做 很好的调配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有争取 但是我们当然也会 看整个国家的这些 所以主位院长 其实这些被删减的 遗算当中 绝对的部分都是 原民会的基础建设的部分 还包括了我们 这个文化发展的部分 我在质疑一件事情 院长 我在质疑一件事情 原来原住民的资源教师 这个经费 是用公益彩券的 这个结议款 那是穷税呢 来补助给原民会 这个教育的预算 应该是正当的预算 来编列 为什么要用人家 这个公益彩券的 剩一款 来编一些经费 给这个资源教师 还包括了什么呢 还包括了我们 这个有关 幼保这个部分 幼教这个部分 院长 你做个解释 文化教育的工作 那是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工作 怎么用公益彩券的 结议款 这个我觉得很怀疑 我想我来跟这个 立委员报告一下 也跟立委员报告一下 对于原民部分的预算 其实原民会部分预算 其实我当初在预算边界 有跟主机处 特别做过请教 因为我很关心这个事情 这三部分来报告 第一部分 原民会本身 它的预算 为什么看起来比较少一点 一方面因为有一些经常部分 我们是用通山的方式 每个部位都有通山的部分 这经常不能缩减 还有一部分就是说 它在有一些 这个比较属于公共投资部分的部分 要看它过去的执行率的关系 有些执行率 我们就务实来编列 所以这部分是因为务实编列的结果 所以编出数字比较少一点 并不表示我们不重视 因为刚刚您提到 第二点就是基础建设部分 基础建设过去是有个计划 四年五百亿的计划 在做那个原民的基础建设 那这已经到了 但到了话我们今天还是有编列 我刚才提到 这个编列还有这个六十八亿 主机数告诉我 就有六十八亿的这个基础建设 在原民地区的一些基础建设 所以这个也没有疏忽掉 另外你特别提到文化教师这一部分 这部分当初 这以前为什么用这个公益彩券 我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这一次 因为它也是时间到了以后 将来他们这些教师怎么转型 变成说这些原民地区 传纯文化的一个兼兵 这个是原民会已经在规划当中了 我想以前三点跟报告 如果需要补充的话可以请 我补充一下 因为那个资源教师这个事情 委员非常关心 资源教师那个时候会编在 公益彩券那个里边 是因为本来在学校里边的 很多跟原住民教育的推动 我们比较是以教育部为图体 那但是为了补强在学校里边 民族教育的这些部分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用一个 三年的一个特别的计划 有一些规划 这些资源教师可以支援 它周边的原住民文化教育的需要 那我们里边包括硬体的 也包括人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很希望在这个三年之内 学校如果很认真的话 很多的资料的收集 还有很多的这些老师的培育 培育之后将来这些也应该让正规的老师 了解原住民的文化嘛 所以它变成回到正规的 那因为这个关系才会编列在哪里 那现在我们也不是不去处理 我们跟委员讲过 我们现在那个我们的部落学校的这个十年三十所的这个计划里面 也包含了这些部分 而且为了让那个资源教师的老师们还有一些 我们把那个资源教师的这个计划把它变成竞争型的 如果学校校长很有魄力 很希望真正的在学校里面推动这些计划 它可以跟那些资源教师一起来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些有好的这些计划 我们在这个部门还是有在支持 他们的人也会 够了够了我知道 谢谢主委 院长给我的感觉就是 您是第一个 第一来的行政院当中 简略这个简略我们 圆明会议算的 我们不是简略 刚刚跟委员报过 我们是务实的来看 实际的需要来编练 所以你还会再做一些补救的办法吗 是不是 如果说 这些计划的经验很好的话 能不能用预备精来弥补 院长你说的 如果今年执行率非常好的话 我们在103年预算的时候 当然会有不同的考虑 今年我们编的预算一个重要 就是看过去的执行率了 来做斟酌 因为今年其实预算实在是很紧 我想两位委员都非常清楚 接下来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有关于我们 刚刚通过的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就是花东地区的发展条例 那么第12条的第二项规定 基金的总金额是400亿分10年 这个来这个发放 那么今年是分配40亿 没有错 10年400亿嘛 但是为什么明年只编了25亿 这25亿当中 这个包括了相关计划 10亿 投资计划 15亿 这个贷款计划 5亿 更奇怪的是 没有原住民族的计划 这个院长 花东地区发展条例 花东地区发展条例 当中包括一个所谓的原住民族专章啊 但是为什么 这个40亿当中 并没有原住民族的计划 空白 这个做何说明 我不晓得 今天我也没在这里 对 李委员非常清楚 花东地区发展条例里面 基本的精神 除了设这个基金以外 10年400亿 这是政府的责任 也要在10年内 有挹注400亿的资金 到这个基金里面去 另外一方面 如果要有任何的计划的话 是由花莲县政务和台东县政务 他们要提出来嘛 所以这个是两个基本精神 我们来看 第一 我给你报告一下 为什么说 今年编了40亿 明年只有25亿 因为今年40亿编进去以后 实际上提出的计划 运用到 我印象里 大概1000多万而已 那其实 好像就是说 你目前拿进40亿编去 它没有办法充分运用 所以明年我们就少编一点 这并不是不编 但是政府的责任 一定是10年400亿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目标 这样一定会达成就对了 这是法定的目标 一定要达成嘛 但是我们要看它实际运用 那我了解一下 目前花莲和台东县政委 都很努力 开始他们动起来 开始要编计划出来 谢谢院长 我会跟金建会讲 因为他们在规划的 跟实验政府联络的时候 把这个原民地区的事情 再加力考虑 谢谢 最后我要谈到我们 所谓的议算的功能的 公平正义的分别的问题 我们有几下这个图来看 我们就以台东花莲为例子 以台东花莲 第一个就人口的结构来看 这个我们老化的指数 要比全国的平均72.21% 还多了将近17%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这个人均社会福利的资源的比资表 花莲是负3% 台东县市负0.2% 整个全国其他县市的部分 平均是51% 社会福利的资源的比资 你看看 花莲台东市负的部分 再来我们来看 医疗资源的比资表 每一平凡公里 花莲县平均1.01个医师 台东县不到1 全国平均每一平凡公里 有6.6个医生啊 医疗的资源 相对于在我们台东花莲 真的可怜了 尤其是我们台东 连一个都不大 我们来看我们整个 县市人口增减的比资表 很清楚看得出来 花莲县这个少了5.54% 台东县少了8.66% 那么整个这个其他22个县市 是增加了5.91% 我们花东地区人口 少了5万多 加上6万人啊 这些造成了我们 花莲台东那样的一个弱势啊 院长 你怎么从经费当中 来给我们花莲台东 做更多的这个弥补 更多的照顾 说说看 我想 我要承认一点就是 就是在医疗资源分配上 的确是花莲台东 不管从这个平方公里 或以人口数来看的话 其实是分配的是比较少 我曾经有个同学 他担任过台东 医师公会理事长做过 后来退休了 他也承认说在台东地区 的确要找到合格的医生 这刚刚讲的是人数 另外从这个值来讲的话 要找到比较这个合格的医生的话 每一个专科和医生 是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这一点其实卫生署 他都有在做一些规划 那我相信这个 我们在这个透过这个 这个鼠立医院 他们的一些规划以后 希望能够的医疗资源部分 能够有所提升和改进 最后我再要求就是我们希望行政委能够提供给我一份有关于原住民相关经费情形表 这个预算的这个第70页 其他相关的 比如交通部 交易部 农委会 内政部 经营部 还有其他单位 有关于 意图在我们原住民地区的部分 这个有 这个明细版能不能给我一份 这个我们都有明细的数字 包括说我们这个 南徽公路的建设 这属于交通部预算里面 其实这也是对原住民地区的 发展还有帮助 这都有 原住民的部分 给我们看 我印象我看过这个表格 大概有 我们至少有四个部会 我就跟这个有关系 谢谢 谢谢 刚刚的院长跟主委的答复 亲民党团非常重视弱势族群 非常重视城乡平衡 所以亲民党团对于这些弱势的 对于城乡的发展 我们非常的关切 举例来说 如果台东 花莲 能够有好的医疗设备 如果有好的 内部的交通的系统 它就可以变成 非常多人 愿意去乐活也好 退休养老也好的地方 那就可以减缓 我们的这种生活上的不平衡 这个地区的不平衡 而且呢 也可以让促进 东部地区的发展 所以我希望 院长对于东部地区 对于原住民的这个照顾 应该不遗余力才是 对 我跟李委员报告 还有跟李委员报告 其实我不认为原住民族 是弱势族群 因为我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我前两个礼拜到台东 阮山部落去 我发现那边的人 其实非常有创意 他各种想法 他们自己 规划了很多不同的商业模式 来经营他们的一些 这个 对外面推展的一些观光活动 其实是非常有创意的 完全没有靠外地 正是因为原住民充满了创意 他们的乐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生活态度 才能够苦中作乐 我们应该要有更好的环境 他们真的是很有创意 更好的环境 特别是交通跟医疗的设备 如果有好的交通跟医疗的设备 我相信东部的发展是有可期的 对 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 除了公平正义以外 我们也重视经济成长 预算本来就是应该要扮演重要的成长的推手 政府的预算 那么从今年从明年的预算特色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的社会福利支出赚了最大宗 而经济的支出只有14% 已经退居的非常落后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一直用不断的所谓的追加预算 或者是用这种所谓特别预算来处理 我们再看下一页 政府的支出跟GDP的关系 我们看您在102年的编列的预算 政府的消费减少了0.14% 那么对于公营部分的这个投资 固定资本的毛额的形成也减少了2.15% 政府本身 中央政府本身也减少了3.79% 在这样子的一个减少经济支出的固定资本形成的支出的情况之下 使得政府的支出对于经济成长率的贡献是负值 院长消费的成长 政府的消费成长没有贡献 公营企业没有贡献 政府也没有贡献 你现在要求是明年要靠民间来支持经济的成长 你认为在这个预算里面 为什么经济支出受到了这样大的障碍 使得变成了它不是经济成长的推手 反而变成一个拖拉的力量 我想不能单从我们总预算来看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们对于未来经济的发展 我们也非常了解说 因为我们这个举债上限 现在已经到37.1% 所以不能看以前一样我们用别人特别预算的方式来进行一些公共建设 所以我们今天是收缩这个经厂门的一些支出 但尽量把这个资源移到公共建设去 所以今年公共建设还是有1985亿的公共建设的注入 但是对于经济成长率的贡献是负的0.09 但是我跟那个李委员报告 我们在公共建设方面绝对不止政府所投注资金的部分 所以我们有一些其他事情还是要做 这些事情要做的话我们就可能透过 院长 您曾在公开的场合对外宣称要落实PFI 但是我向您报告 在英国人家早就嗤之以鼻了 英国的国会早就做出了决论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是增加国家长期债务负担的一个 这个言而道令之手法 根本不值得一顾啊 你想想看羊毛粗在羊身上 由民间来推动政府的应该要有的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是什么 就像今天的ETC这样的结果 到头来是老百姓承担啊 所以我还是在这边呼吁你自己看一看 你们并不是在鼓励经济成长啊 这个我跟李委员报告 PFI是其中一个方法 我承认李委员讲的 其实在国外PFI也是一个很controversial 大家会有争议的 但是英国也设立一个特别的公司哦 来执行这个事情 那个是二三十年前的故事了 院长 我再看 我们再看看 时间有限 我是建议您了 不要再把这个我们的预算看成是帮助国家经济成长的推手 它是一个拉手 它不是推 它是拉 它把经济成长给拉下来 今年的经济成长不好 在别的国家 要用采取fiscal expansion的政策 我们这边没有办法 因为前面各位看到 你也看到了 它是个拉手 那么我们再看看 政府的经济支出的预算 过去也没有特别预算 所以可以维持在四千亿 到了今年只剩下两千九百亿 明年也只剩下两千八百亿 社会福利支出四千四百亿 我们是院长 贵党 KMT 国民党 是一个大政府政党 还是一个小政府政党 所以刚才李委员也说 亲民党非常重视弱势族群 我们是重视弱势族群 今年有四千八百九十亿 其实也是 考虑到弱势族群的需要 当然中间有很多是 法律规定的一个政府的义务 所以把这些都考虑进去的话 但是他并没有照顾到真正该照顾的 真正该照顾的 譬如说老人 幼儿 你有办法照顾吗 那个我跟李委员报告 实际上不同的族群 但是我今天的问题 每一种族群我们都有 院长我今天的问题是 我们的经济的支出 显然跟过去相比又断少了一千多亿 您是不是准备又用特别预算 用特别条理 来个振兴方案等等的 来增加我们的支出 这个当然很多 有一些学者是有这样一个建议 那这个里面 当然我们要考虑说 政府的整个的 这个举债的额度 已经濒临上线 那如果说将来 我们讲 我当不愿意讲说 我们会有什么天灾 那如果有一个 这种天然灾害的话 我们就需要动用到这个 所以以我来讲 我要很负责人 保留一点实力 所以说这个 所以院长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预算 大家认为是可以 为了经济发展 我们不适用在线的话 上线的话 其实那是一个 最后必须考虑的手段 所以最后 你修公共债务法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倒不是 因为过去有一些 特别条例来讲 它可以用特别条例来排除 排除的是流量 它是不是对长远是健康的 我们必须很审慎的来考量 但是您是说 你的内部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 我现在看一个 这个预算 跟马总统的国庆讲话 有没有关系 我们去看下一页 马总统说要改善产业结构 我想也是院长在过去 在立法院咨询的时候回答的 要靠产业结构的调整 来提高薪资水准 所以呢 马总统在国庆演说里面 他特别提了三点 要扶植厂商 发展关键技术 要生产关键的原件 以及研发具有智慧功能 跟特殊优势的精密设备 在国内 在台湾 我们的政府里面 最重要能够立刻把想法 把一些理论 落实到可以执行的层面的是 我们的工研院 但是 请您看看这个图 工研院 在2004年以后 他整个支出在我们整个科学支出的比例 是逐年下降 而中央研究院 它是一座理论研究的 反而是逐年上涨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如何来落实马总统的 国庆讲话 来改善我们的产业结构 对我想 李委员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这也是后来我在整个报表上看到以后 觉得说很值得我们重视 因为整个国家科技预算支出 就这么多 那是什么分配的问题 我们有几个重要部会 在处理这个事情 中间是国科会 经济部 农委会 还有中央研究院 那刚刚已经讲 工研院和支撤会 都属于经济部这个范围里面 那的确像李委员讲的 在经济部 农委会这边来讲 那个趋势是往下走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竞争力 大家都做SSCI了 SCI 忘掉的真正该落实 台湾把这变成务实的生产技术 今年经济部和农委会 我们尽量让它维持住了 尽量维持 但是你看到这个比例还在下降 你们没有扭转 我想最后一个问题 你这个图也看得出来 公文院稍微是 最后一个问题 稍微上升 但是完全还是不成比例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现象 但是不能说很drastically 好 希望你还有其他方法来补救 最后一点 我们的人事经费 贵院 院本部 99年决算跟102年的预算 人事费用增加了61.5% 客委会增加57.1% 文件会现在文化部 增加52.2% 这是人事费 虽然贵院 进行组织调整 我先跟李文报告 行政院部门我可以解释 2分钟 7分钟 只有1分钟 过去 5分钟 C